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 Python操作字节序列 那么在学习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新的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是字节序 那么字节序顾名思义 就是字节的排列顺序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个概念呢 主要是因为网络环境 以及物理设备非常多 也非常复杂 所以不同的设备 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字节排序 那么这里面关于这个字节序 主要有两种 分别是大端字节序 以及小端字节序 那么什么是大端 什么是小端 我们通过一个例子去理解 这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实进制的255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两个字节 去表示这个255的话 按照我们容易理解的方式 就是8个0和8个1 前面的8个0是一个字节 我们称之为是高字节 而后面的8个1呢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低字节 那么对于使用大端字节序 去进行传输 或者说进行保存的时候呢 它保存了一个格式 就是8个0和8个1 但是呢 对于这个小端字节序 就不一样了 它将会是8个1 然后呢 是8个0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大端字节序的话 它就会把高字节放在前面 低字节呢 放在后面 那么这个就是大端的定义 而对于小端呢 就不一样了 它会把这个低字节呢 放在前面 而高字节呢 放在后面 比如说这里面的8个1 本来应该是属于这个低字节的 但是呢 如果是采用这个小端字节序的话 它将会把这个低字节的8位呢 放在前面 也就是8个1在前面 然后呢 是8个0在后面 那么这个就是小端字节序 那么对于大端字节序呢 主要是在网络去使用的 而对于小端字节序呢 主要是在主机 在计算机去使用的 也就是计算机的CPU 或者说这个硬盘 在处理字节的时候呢 它默认的会使用这个小端字节序去处理 那么相信的同学呢 可能都会有疑问了 那么我们平时去处理这个字节的时候呢 为什么没有见过这个小端字节序呢 那么主要是因为底层的一些设备呢 它都已经屏蔽了这些差异 比如说CPU呢 它在处理的时候 会以这个小端字节序去处理的 但是呢 它呈现给我们用户的时候呢 它还是以这个大端字节序去呈现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CPU主机 是使用这个小端字节序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电路 它在处理 低字节的效率呢 会更高 而对于网络呢 主要是因为人类呢 习惯读写大端字节序 那么这里面呢 本章呢 因为我们需要对报文进行这个解析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字节序的这个概念 了解了这个字节序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来了解Python呢 是怎么样去操作这个字节序列的 这里面我们先来回顾 Python或者说别的语言 它是怎么样去格式这个字符的 那么对于这个打印呢 我们知道 如果说我们使用百分号加S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字符串给格式化的 对吧 如果是百分号加D的话 那么就是格式化这个整数 百分号加X呢 格式化呢 就是16进次 百分号加F呢 格式的就是这个浮点数 那么这个呢 是编程语言 它们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格式化的 好的 有这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Python 它是怎么样去操作字节序列的 那么操作字节序列呢 也是把这个字节给格式化成某一种类型 所以呢 在操作的时候呢 也是有这个格式字符与类型这两个部分的 比如说这个大写B呢 它就是把它转换成是这个整数的 并且是大小有一个字节的整数 再比如说这个格式字符为H的话 那么它格式化的是 两个字节的整数 L呢 则是格式化四个字节的整数 而小小的S呢 则是格式化这个字符串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通过一个例子 去理解这里面 Python是怎么样去操作字节序列的 好的 回到PythonMod第一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struck demo 那么Python的操作字节序列的时候呢 是通过这个struck包 去进行这个字节序列的操作的 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字节序列 ABCD1234 那么这里面呢 一共是八个字节 对吧 我们先把它打印出来 接着呢 我们使用struck这个包呢 对这个字节序列呢 进行不同的操作 那么我们将会是通过struck的unpack 这个函数来进行相关的操作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首先把八个字节的每一个字节呢 都转换为一个整数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B 这一个格式字符去格式化的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有八个字节 所以呢 这里面我们需要有八个B 然后呢 我们采用这个大端字节序 大约号呢 表示的就是大端字节序 那么这个函数的第二个常数呢 就是字节序列 我们把它保存为struck result 并且呢 把它打印出来 print result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结果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字节序列呢 转换为是这个整数了 比如说 A呢 变成了65 B呢 变成了66 C67 D68 那么最近的同学可能就会发现了 这些数字呢 刚好就是 ABCD 这几个字符的 这个ASC2码 并且呢 这个1234 分别的对应的 49 50 51 52呢 也是这个1234对应的ASC2码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字节转换为一个整数的数据 那么这个呢 就是B这个格式字符 这里呢 我们再来使用别的格式字符 result等stock result等于stock.mpag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hhh 那么h呢 是进行两个字节 转换为是一个整数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四个h 就可以处理八个字节了 接着呢 我们再把这个结果给打印出来 print result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的 好 起来 这个时候呢 就输出了四个整数 分别是16706 17220 12594 13108 那么这些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呢 它是把相邻的两个字节 看作是一个整数 然后把它给解析出来的 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验证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把a这个字符 的二军字代码给打印出来 那么a呢 是65 好的 那么它的二军字呢 是1000001 这个呢 我们再把66 也给打印出来 1000010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个in的方法 把它转换为是一个实际列的数字 首先呢 这里面是 这一个 那么这里面呢 只有7位 所以呢 我们在前面 补0 补成8位 下面的也一样 好 下来 补一个0 好的 我们把 这一个 这些序列 转成实际字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数据 是不是正确的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输出的是 16706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结果 这边也是16706 说明了 这个数字呢 是把a和b两个字节 看作是一个字节训列 而转换过来的 那么后面的这个13108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首先呢 这个3的 这个ask2码 是51 51 然后呢 是52 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in的方法 把它转换为 是这个 把它转换为 这个整数 前面补两个0 后面的也一样 5两个0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好的 结果是13108 这边呢 也是13108 说明了这个数字呢 是3和4 给转换过来的 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把 这个字节训列呢 转换为 大小为 四个字节的整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两个整数了 unpack l l 对吧 beaster 那么这里面 只有8个字节 而这里面的l呢 一个l 表示的是 四个字节的整数 所以呢 这里面 只需要有两个整数 就可以了 我们运行者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输出了 两个 四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实际上呢 前面的这个数字呢 就是 abcd 所转换过来的 后面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 1234 这个ask2码 给转换过来的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s这个字符的使用 那么这里面呢 这个s呢 表示的是字符 也就是ask2码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为 8个ask2码的字符 好 出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解析出来的是 abcd 1234 和这里面的 原来是一样的 因为呢 这里面解析的 就是这个ask2码 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 混合的 使用这里面的blh result等于sock给unpack 我们使用bblh 那么一个b呢 格式化 一个字节 所以呢 这里面格式化了 两个字节 然后呢 使用这个h 那么h呢 格式化的是 两个字节 而l呢 格式化的是 四个字节 所以呢 这里面加起来 是八个字节 然后呢 是第二个参数 记得把它打印出来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会输出 四个数字 分别是65和66 那么这两个呢 是通过b 这一个格式字符 给格式出来的 分别是a和b的ask2码 然后呢 是这个h 他把c和d呢 看作是一个整数 输出了 这个时候是17220 然后是这个l 他会把1234 看作是一个整数 输出 这个时候是 这个数字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于 stark这个包的 使用方法 这里面重点是 不同的 这个格式字符 那么后面呢 我们将会使用 这个stark这个包呢 来对网络报文 进行这个解析 那么这里面呢 同学们要了解 stark这个包的 使用方法 再来回顾一下 这个b呢 它是 把它解析 为整数 并且呢 它的大小 是一个字节的 h呢 它是格式化 这个整数 但是呢 它的大小 是两个字节 而l呢 格式化的 也是整数 但是呢 它的长度 是四个字节 而s呢 它格式化的 就是这个字符 或者说 这个字符串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主要内容